晚间新闻由国泰银行赞助播出 梦想与未来 国泰银行与您同行 川普仇视言论遭民主党抨击 2.6亿美国人迎来最热一周 密西根水上乐园枪案一死酒伤 各位观众完 欢迎收看6月17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宇兴兰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7月15日的威斯康星州召开 但是前总统川普最近在国会的闭门会议上 对主办城市密尔沃基发表了负面评论 即便共和党强调川普指的是城市的问题 而不是城市本身 但民主党对此大做文章 拜登总统也发文讽刺称 我刚好很喜欢密尔沃基 今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办城市 被定在了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 但也有消息人士说 唐达德·川普将密尔沃基称之为一座可怕的城市 一些共和党人则试图澄清这位前总统的言论 但也有一些参加闭门会议的人 说他们并没有听到川普这样说 不过民主党却抓住了这句言论不放 作为回应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全市推出了十块广告牌 上面印有川普的名言 而拜登总统则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我刚好很爱密尔沃基 不过无论情况如何发展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会在7月15日正式开始 密尔沃基市长 民主党人卡弗利尔·约翰逊则说 污辱威斯康星这座拥有数以万计的共和党选民摇摆州 可能会让这位前总统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 威斯康星州毫无疑问将是11月重要的争夺点 两位候选人在该州的支持率不向上下 早在2020年 拜登就以约2.1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赢得了该州 川普和他的竞选团队则迅速反击了 有关于他言论的准确性 本周晚现实后他也将会访问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城市 该地位于密尔沃基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 届时他就很有可能会对这番言论进行正式回应 上周六 密西根州罗车斯特山的一个水上乐园 发生了一起看似随机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这招导致9人中弹 案件发生后 惊慌失措的家庭纷纷逃离 而警方在寻找枪击案的动机 嫌犯被确认为一名42岁的男子 警方赶到后发现他已经在附近的一户人家中自杀身亡 在过去的周末 密西根州罗车斯特山的一个水上乐园 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 至少造成9人中弹 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受害者中有一名8岁的男孩和他4岁的弟弟 当局称案件发生在晚间 另外受伤的6个人伤势稳定 警方强调这起枪击案似乎是随机发生 目前正在确定其动机 警方已经确认了枪手是42岁的迈克尔威廉纳什 据悉此人没有犯罪前科 案发后不久被发现死于附近的家中 枪伤则是由他自己造成 本次的枪击事件发生之时 该社区依然在从三年前15英里外牛津高中 发生的另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中努力恢复 根据枪支暴力档案馆 今年到目前为止 全美已经发生了大约220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西部地区野火肆虐 一些城市将在本周迎来近几个月的最高温 有些地区甚至能创下30年来的记录 全国各地更是预计会有上百项记录被打破 2.6亿人面临90度或以上的高温 占了全国人口的80% 其中洛杉矶北部的大火更是导致上千人被迫疏散 本周将有数百项记录被刷新或打破 因为极端高温肆虐全国 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极端高温天气 有超过2.6亿人面临90度或以上的高温 占全国人口的80% 包括蒙比利埃、雪城和匹兹堡在内的东北部一些城市 将出现30年来从未出现过的高温 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已经部署了5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 在全州范围内提供高温援助 持续时间长、范围广的气旋 在恐怖的热浪推动下扩张开来 湿度推高了热指数 人体感受的温度甚至超过了100度 气象学家预计 这股高温可能要到下周初才会有所缓解 与此同时 加州南部近15000英亩的土地 在短短24小时内就被大火移位平地 预计这些风速将高达60英里小时 迫使洛杉矶西北部超过1200人 收到了疏散命令 直到明天晚上 该范围内的大部分地区仍将处于红色警报状态 火灾原因则至今不明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近一份报告显示 Facebook、X、Instagram和Titalk 都会用不同的方式为用户提供新闻 但更多的是以观点和搞笑贴文的形式出现 而不是真正的新闻文章或突发新闻 这样可能会让内容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甚至引发了国会的关注 在Facebook、Instagram、TikTok和Twitter 也就是X的前身上 大多数的新闻阅读者都表示 他们有时会看到不准确的信息 而在所有的平台中 X和Facebook用户说他们看到不准确新闻的次数最多 研究中还发现民主党选民更加倾向于对X上的资讯持怀疑态度 而共和党选民则对Facebook上的资讯持怀疑态度 媒体学的专家艾琳·麦克尼尔强调 这样的怀疑态度其实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行为 而年轻人可能会更加难以判断新闻的真实性 本周一 美国外科医生协会要求国会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式上 添加警告标签 以警示其对于儿童造成的威胁 但倡议者认为立法不能够取代教育 专家也在最后表示 媒体平台的多样化和扁平化 让信息的接受成本变低 而信息的准确率也在随之变低 如何判断内容的准确性 是每个当代人都值得学习的课题 普提明天访问北韩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为了方便加萨地带援助资进入 以军从16日开始在巴勒斯坦加萨走廊南部部分地区 实行战术停货 直到另行通知 但以色列整理内塔尼亚湖反对 表示不能接受 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表示 为了方便加萨地带援助物资进入 以军从15号开始 在巴勒斯坦加萨走廊南部部分地区 实行战术停火 直至另行通知 声明指 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7点 暂停在加萨南部一条通道沿线战斗 让更多运载人道物资 让更多运载人道物资的货车 能够顺利通过连接加萨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 据以军声明所附的地图 停火通道至中部尤罕尼斯 附近的欧洲医院为止 有以色列官员表示 总统纳坦亚湖在军方宣布后 表示不能接受相关安排 并在17号宣布解散战时内阁 纳坦亚湖在安全内阁会议上说 战时内阁是因主要反对党 国家团结党领袖甘茨的要求 达成共事后组建 当前甘茨已经离开 不再需要战时内阁 以色列传媒报道 甘茨本月9号宣布退出战时内阁 并呼吁以色列提前举行国会选举 纳坦亚湖在执政联盟内及右翼盟友 包括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 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 早前要求加入战时内阁 不过外界认为 如果纳坦亚湖允许他们加入 将加剧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伙伴的紧张关系 以色列战时内阁有五人组成 其中纳坦亚湖、甘茨及国防部长加兰特 成为三名拥有表决权的核心成员 俄罗斯总统普廷将于明天对北韩进行20多年来的首次访问 此行将进一步巩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也标志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自新冠疫情以来 首次在平壤接待外国领导人 据悉两人将签署一项新的战略协议 旨在确保东北亚地区的稳定 俄罗斯总统普廷将于明天期对北韩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这是他20多年来首次访问北韩 也是自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罕见的海外行程 此次访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标志着两国日益加深的合作关系 也将成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自新冠疫情以来首次在平壤接待外国领导人 普丁的助手乌沙科夫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此次访问将会有非常丰富的议程 两国领导人计划签署一项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主要活动则安排在周三进行 乌沙科夫强调协议并非针对其他国家 而是旨在确保东北亚地区的稳定 他还提到新协议将会取代1961年、2000年 以及2001年签署的历史文件 根据卫星图像显示 平壤中央广场也似乎正在为一场大型的阅兵活动做准备 美国方面则强调拜登政府并不担心此次的访问本身 而是担心两国日益密切的关系 美国、南韩等国则指责北韩近几个月来 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并且担心俄罗斯可能会违反国际制裁法 帮助北韩发展其军事卫星的项目 上周金正恩在一奉制普廷的信函中 称赞两国未来有意义的关系和密切的统治情谊 克林姆林宫方面也强调 俄罗斯希望可以在所有可能的领域与北韩建立伙伴关系 在访问北韩之后 普廷将马不停蹄地前往河内进行另一个维持两天的访问 以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盟友 为了支持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 反对政府扩大招收医科生的行动 韩国的医学界罢工潮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 仍然在持续 首尔有超过五成的医学院教授 17日开始集体无限期的停诊 只维持身切治疗部和急诊室的运作 诊诊的规模将减少约40% 据韩联社报道 为支持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 反对政府扩大招收医学生的行动 首尔大学旗下的四所医院 超过五成的教授17号起无限期停诊 部分门诊和手术需要取消 预计手术室使用率将降至大约三成 首尔大学医学院及首尔大学医院紧急对策委员会 停诊期间重症和罕见疾病患者的治疗将会如常进行 但预计治疗规模会减少四成 大韩医师协会也宣布 18日开始将举行集体停诊行动 为应对停诊问题 南韩总理韩的诸在16号召开会议 全部政府从周一开始实行重症应急疾病轮流值班制 要求首都圈、中青道、全罗道、庆上道四个地区的医疗机构 制定轮班计划 确保各个地区每天至少有一间医疗机构 负责夜间和公众假期的急诊服务 并设立患者举报热线 又鼓励公共医疗机构为轻症及慢性病患者提供线上诊疗服务 又设立患者举报热线 政府又要求各大医学院院长研究 教授停诊为医院造成的损失 必要时会追讨赔偿 并考虑将不配合应对措施的医院 从医疗保险预付名单中剔除 南韩医学界工潮已经持续四个多月 政府上个月底最终定案 明年医学院将额外招生大约1500人 是27年来第一次扩招 继续引发医生不满 粮食不安全已经成了全国性的问题 在加州圣克鲁斯等许多地方 慈善组织Food Bank需要为未来越多人提供免费食物 通货膨胀和国家预算消减是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而该组织最近发出公告 由于缺少志愿者食物分发进度也有点力不从心 每月从圣塔克鲁斯Food Bank食物银行运出的粮食 超过100万磅 在过去几年中 他们接待的人数创下了新高 从这个角度来看 2018年 他们每月为约5.5万人提供食物 随着社区需求的不断增加 食品通膨价格居高不下 以及周预算削减 对该计划的资金构成了威胁 食物银行呼吁民众伸出援手 目前 食物银行急需志愿者 尤其是在暑假期间的星期六 周末 他们需要至少40名志工 打包约1200磅食物 以供周一分发 天气好的时候 每班大约有14位志工 特雷希德韦是周末志工之一 他说 他看到了社区的需求 并想回馈社会 他希望其他人也能加入他的行列 目前还不清楚最终的周预算会是什么样子 但像Foodbank这样的非盈利组织仍然忧心忡忡 周六晚上 加州北部一家历史悠久的饭店被大火烧毁 该酒店已经屹立了近百年 但空置了几十年 索性 火灾中无人受伤 附近的居民感叹历史的消散 而消防员们则希望能够了解建筑物起货的真正原因 在街角做了近一个世纪的酒店 一夜之间化为灰烬 历史悠久的马里斯维尔酒店Hotel Marysville 曾经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标志性建筑 自1920年代以来 它一直是该地区最大的建筑之一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这是一个废墟 这是历史 现在它离开了 这家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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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酒店于1926年开业 西部酒店记者刊物上的就简报 展示了酒店鼎盛时期的内部装饰 拥有一百多个房间 不过 据现在住在马里斯维尔的人说 这栋建筑已经空置多年 甚至是几十年了 但在周六晚上9点半左右 有人拨打了911电话 烟雾和火焰从三楼和四楼冒出 由于火势太大 工作人员还无法确定起火点 消防人员清理了每个房间 但很快又不得不从外部扑灭火焰 因为建筑结构似乎变得不牢固 今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 大楼已经面目全非 工程师正在现场了解建筑结构的完好程度 目前纵火案的调查人员仍在了解 这座沉睡多年的建筑是如何起火的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浅清华尔街 好的主播 一起关注6月17号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 主要指数周一开低 由于法国选钱动荡 且有迹象显示 主要央行不着急降息 全球股市债势承压 投资者本周静待新的经济数据 和联储局官员发表谈话 以进一步了解货币政策路径 大盘先跌后升 道指尾段反弹了近200点 纳指抽升了超过1% 收盘时 道匈斯指数上涨了189点 收报38778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68点 收报17857点 标牌指数则是上涨了41点 最后收报5473点 经济数据方面 费城联储银行的总裁 哈克周一表示 根据他目前的预测 今年降息一次是合适的 这番话透露高利率可能会持续下去的讯号 哈克周一在费城一场活动上表示 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下降是好事 但是今年以来通膨的进展一直不大 有鉴于整体形势动荡 需要有更多的经济数据支撑通膨正往2%的目标迈进才能做好决定 他表示自己对其他利率的路径持开放态度 一切都依赖经济数据推进政策 哈克还预测目前美国经济成长将会放缓 但是仍高于趋势水平 而且失业率会温和的上涨 他认为美国通膨将慢慢滑向美联储的既定目标 各股方面的消息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 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通知了供应商 需延后三个月的时间到9月底 737型号的飞机才能够达到月产量42下的目标 波音原先通知了供应商 希望6月底达到相关的指标 根据最新的资料 737产量到明年3月的目标是47架 而不是原先的1月 2025年9月的生产速度将会是52架 原定为6月 波音通常会向供应商提供月产量的指标 作为供应商准备货品的参考 不过有关通知不代表波音本身的实质生产速度 今年1月 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发生了飞行途中 舱门脱落的事件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波音放慢737飞机的生产速度 以进行安全审查 在今天收盘时 波音的股价上涨了0.6% 收报每股178.5元 以上就是华尔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您带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6月17号的话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雨昕伦 在以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